上次花掉了最后一块钱 然后又想起了弟弟前天晚上抽中了五块零花钱的事情 坐在门口没钱吃饭的图图突然跑出去拿了一张白纸进来 暗示我还要再玩一次上次的游戏 为了不让孩子失望 好你自己选一个吧 犹豫了半秒钟之后 最终选择了编上一张给我 恭喜你抽中免单了 那兑现吧 烟荣大鸳唇 可以先把它捏碎 关节粉两颗 西兰花 换回 好可以吃 今天运气也太好了吧 可是吃完这顿 下一顿的零花钱该怎么办呢 喝水 好想喝奶啊 吃饱了 好滚吧 那我滚了 杰瑞已经连续三天没到床上睡觉了直到我发现 最近几天只要妹妹一到床上 图图立马就跟着过来了 虽然睡在同一张床上 好妹妹还是不怎么愿意理图图 睡吧 这些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杰瑞一到房间来就直接往这个垫子上睡 丝毫就没想过说要去床上 直到昨天半夜我开门跑去上厕所的时候发现 杰瑞估计我已经去卫生间了 其实我在这个角落他没看到 然后这家伙赶在我上往卫生间回来之前 又爬回房间了 而且是偷偷摸摸的那种 直到我回到房间 这家伙看得我 然后又继续躺着睡了 感觉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他这么偷偷摸摸的跑进来跑出去 我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还是不甘心 就跑出来看了一下 果然发现了 一些鸡肉干 还有他平常藏的零花钱 这还不少呢 那你以后就天地睡在这里好不好 一边是熊困潦倒躺在房间睡觉的图图 另一边是在餐桌旁等着同时的妹妹 杰瑞你看妹妹都暗铃半天了 现在家里就你最有钱了 听懂暗示的杰瑞 马上去自己的小金库拿来了五毛钱给我 姐妹妹吃饭 就五毛钱呀 那只够妹妹吃呀 不要请哥哥吃吗 听到哥哥马上又毫不犹豫地跑去拿来了十块 听到弟弟请客吃饭 正准备跑出来的图图被我看到 竟然马上又跑回床上打算装睡 走了 吃完饭给你发这个月的零花钱 下次你就可以请弟弟妹妹吃饭了 那儿子 他扶肉饼 给他拌成小块 各种口味的小爪子冻干 每日蔬菜 补充维生素 然后倒一些羊奶 杰瑞你吃东西太搞笑了 看怎么看 咬起不提 我们怎么办 吃完饭 趴在门口提醒我还没给他发零花钱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都看到了哈 这是这个月的零花钱 图图 我点了个夜宵 你帮我去门口那里守着好不好 等会楼梯口那里有动静 你再回来叫我哈 你看 就乖乖地跑过去了 听话是挺听话的哈 开门 好 出去了 等会有敲门事你就进来叫我 你不许吼哈 我知道了 不用你带路 不用你带路 你待在这垫子上 对 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哈 别跟过来 你吃不了的 这夜宵是吧 不是我不给你吃吧 都跑走了 都跑去 你耳朵 الذي这么说 你耳朵